今天这个客户你给朋友找来一下吧 很重要啊老板 哎谁的包啊 哎哎 哈哈哈哈 你有屁吗你啊 推死我了 包拿回来 老板这可不是在公司啊 再说这个包是我先捡到的 但是你懂不懂什么叫实际不费的应声 我没你那久 再说这个包我先捡的这是我的 还行这我不跟你说 你先打开看里面 看里面有什么 我一个人是路着急呢 这一部两份活着嗯 还有一部手机的 老板你叫我这见面分一份手机对我 看我都问你哈哈哈 你要你这活动干什么呀你听不到 那我要他没有用呀 不是哎马家里 哎马家里啊 怎么我问你个事 咋子你刚捡到一个手机包没 是什么黑袋手机包 嗯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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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马经理我那包里刚买了一部手机 还有一份几百万的合同呢特别重要 这样你帮我找到我给你两万块钱 两万呀 两万哈哈哈 行就这样 一会你往这边走我往这边走 早不早得到都在这会可行吗 哎行那谢谢你啊经理 没事没事 哎谢谢你啊 是马经理都没回来了 哥哥你还在这呢啊 啊那个黑袋手机包呢 手机都让你拿走了还找黑色手机包干嘛呀 嗯老阿姐 这个手机给你 你告诉我给的手机 给我了啊给给你了 你能有这么好心 肯定没有什么好事吧 老阿师还跟你说吧 那两份几百万的 几百万的 几百万的 手机啊 那也不行呀 怎么也得给我 五千 你合同找回来 小东给我两万 给老板五千我还剩一万 一本万利呀 可以干 哈哈哈 那行老板 那个 爽满 对嘛 老板包呢 哦包在这呢 哎哎哎 谢老板啊 哈哈 小东 手机和钱都到手了 那我们吃大菜去吧 老板 味肘抽龙子 空变微凉 也想要变成鸟儿 继飞翔 我爱上你的 eher咤摇 holding my love 很心伤 哎呀老板 那个我想值点钱啊 这钱为了吗 老板这还看不出来 肯定跟小公子样约会去 不是经理 是我今天晚上去参加同学聚会 同学聚会 你工作做完了吗 不许去 不是老板 我也不想去 可是他们说 谁老板丑谁就不用去 他们说什么 谁老板丑谁就不用去 要多少钱 132就够了 你钱全给你 行 那行 那行 那我坐公交车去了 这个大老公司 坐什么公交车去 来 七五天坐车去 行 不然你俩想丢谁的脸呢 又咋了 还骑电动车去 开我车去 那好 那我走了啊老板 算了吧老板 要不然 如果我开你这么好的车 我穿的这破破烂烂的 他们肯定说我的车是借的 要不然算了吧 给你拿一千 去买几件好衣服 那行 那我走了啊老板 走了 又迟到是吧 才会200 500 500 那个什么老板 这是我的哈 我抱怨 你还抱怨 哎 你一个新来的 你怎么也迟到了啊 不是你现在这个天这么冷 能不能努努力 赚钱买辆车呀 哎老板 我家车太多了 我不知道开哪个了 这这这保湿姐 哎 不是你爱你们 正盈 今天晚上六点半 陪我接个客户去 六点半 那手都下班了呀 你就加个班 这个大客户李总 好不容易约上的 大客户李总 就开商业那个嘛 啊老板你等我一会儿 我打个电话 喂爸 让公司开高尔夫球场 那个小李 赶紧到我们公司来一趟 对对对就他 反正我们老板亲自都过去 行好快点啊 好了老板 你去帮忙去歇着吧 他一会儿过来 你别笑 今天把大家加到一起呢 是有一个好消息宣布啊 哎 我们家拆迁了 拆了十几套房子 这样呢 这个货司也不打算干了 这个老板我也不打算干了 来 这个是补助 给 开开心心的 开心心的 老板我们打个电话 哎 喂再说 老板家的房子我们拆了 不是不让你拆吗 哎 你别拦我 你拆了我都没有工作呢 卖工吗 你老板怎么当老板 你别拆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老板 不拆了不拆了 你就当老板吧 我们一定会加油的努力干 不是 咱们这公司房租都干 现在我也没钱交房租呢 哎呀老板你放心 我让二姨给你免错 你免错 不是 显然敢有钱了是不是 你 你什么 老板 我这卡一份三百万 买去随便划 啊不是就你们有钱啊 我让我带着给你这一栋 这一栋 你这还不拆了什么 不拆了 啊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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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小冬送你个礼物 不是 啥手机壳啊 哈哈哈 不是我又不用啊 你给给给你 我又不用手机壳 我送你的 什么用不用的 我送你的就拿着 手机拿出来 不是 快点 哈哈哈 哎呀 楠楠给给给你 给你 呀 怎么套不上 他型号不对 他肯定套不上啊 型号不对 他不能搭这么多 怎么回事 他就是不是一个型号 他怎么能套上 套不上证明 这不是你的手机 不是 我都用那么长时间 你说这不是我手机啊 哈哈哈 那那那谁的手机啊 这个 这个才是你的手机 不是 你看 一下就套上了 给你 老板你送我的新手机啊 这应该挺贵的吧 这不太好 要不然我也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给你吧 不用 我自己有 我都还能用呢 那那这 这样是不正好吗 我用一三 你用一四 咱俩一个情历快 原来没人敢过 将不遂经历 我不用操心 我兴教 哎 老板你回来了 小冬 在我这儿玩呢 啊 那个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哈哈哈哈 这么严肃啊 啊 商量什么事啊 还得商量 这就就是我爸刚才来电话 说家里那个老房子该翻修翻修了 哈哈哈哈 我让你吓死了小冬 我又有什么症呢 你家那个房子确实太老了 早就该翻新了 是吧 不过这个事也不用跟我商量吧 不是是他们还差点钱 差多少呀 嗯 差点有点多 八万多 我寻思给你借点 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什么借不借的 真的是 再说了什么是你爸妈呀 那不是咱爸妈吗 啊 对对对对 咱爸妈 他们花点钱不是应该的吗 那就应该应该 可是老板我这 你刚才说多少八万是吧 啊 来 刚好我这一 不是老板 给他们五万就行 不用这么多 给 这是十万 本来呀 今天取了是发工资的 你先拿去用吧 回头我再取 不是老板 这是有点多了 剩两万块钱 让他们买点补品 你最近都多少时间没回家了 啊 行 那谢谢老板 老板你真好 谢谢老板 爱过谁会舍得 哎老板 马上就要见你爸了 我有点紧张怎么办 我需要注意点啥老板 哎呀不用紧张 我就希望一会儿我叫我爸的时候 你别答应就行 想要把你忘记 真的好难 哎 来来来来 老板干啥了 老板干啥了 不知道啊 这是啥意图 这是什么呀 这是啥东西啊 干啥了 我的鞋我就嫁给你 一会儿 哎呦我不要 你给我给给给给给 不是 哎老板 我的鞋了 什么鞋啊 没干净啊 没有没有工作啊 工作 真没干净 对没干净 谁写到我的房产证 我就假 不是我了 我了 不是 不是是我的 我了 我了 走 你了 我贪贪然想起来 我不会比同 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 为什么不着急 你看我自己泡的 嗯 小冬也在呢 你穿上这儿来干嘛呀 我穿上这儿怎么了 走 带你去吃饭 吃饭啊 那个什么 小冬你先出去一下 行 拜拜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日照店 日照店 嗯 你穿上这儿吗 没有 我俩俩去给你找帅哥去啊 我不去 哈哈哈 小冬吃小冬的吗 小冬也行 小冬有帅哥 嗯 我自己下车都没有了 你离下车不能活了吗 怎么可能 那你到底去不去 呃 那明天呢 明天去吗 去来了 吃火锅呗 行 那吃火锅你再两个小冬 啊 你他妈上有病你啊 你现在想什么呢 对 饿了你从北京回来 嗯 说是要一起聚聚 我能不能去了 那里那那是谁啊 那那是谁啊 那那是谁啊 嗯 大姐 那是咱俩的高中摄友好吗 你别听见摄火锅呗的 那怎么在刚才在 哦 哎 不是 哎 不是怎么走了哎 我不能了吗 帅 我的能力 那是